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ear 那經過我們10天的努力之後 我們的YouTube頻道 就會從10萬訂閱到20萬訂閱了 沒有 其實是10個月時間 對 那雖然這段時間是非常的漫長 但是 還是得謝謝在座各位的觀眾 一個支持跟我們的陪伴 我覺得20萬訂閱這個數字不多也不少 不過也算是一個 大家對我的一個肯定吧 好不好 那我前幾天在IG還有YouTube上面 也是收集了大家的一些問題 馬上開始我們的20萬訂閱的QA吧 好啦 那第一條 其實是蠻多觀眾跟朋友都非常好奇的 請問一下花倫跟阿樂現在是怎麼樣 其實很老實說 我跟阿樂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不管在實況上面或是私底下 都是非常好的 我其實很好奇 為什麼你們都一直 就是一直來問我 為什麼你跟阿樂怎麼樣 為什麼沒有跟他玩 你為什麼要對阿樂這麼渣 我打從心裡面真的是要講一句 我不是一個渣男好不好 而且我對任何人 包括是阿樂 或是我的一些朋友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你們不要再罵我是渣男了 我跟阿樂怎麼樣嘛 剛剛已經講了 非常好 沒有一點點問題好不好 我們也很常會出去 不管是唱歌或是吃飯都有 OK 所以呢 我跟他的關係 你們不用擔心好不好 我是一個好人 過 請問花倫對自己未來的規劃是怎麼樣 其實這個問題呢 在這幾個月一直讓我非常的煩惱 就是因為 我已經在開始察覺到了 在台灣地區 這個英雄聯盟的熱度 已經逐漸的 母湯 逐漸的下降了 所以對於我們這種做實況上面 或是YouTube都是比較圍繞 這個英雄聯盟為主題的一個實況主來講的話 是非常大的危機 所以你會發現我最近一直有在嘗試做一些 可能生活類型的影片 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跳出遊戲以外的影片 但是可能 因為還在一個嘗試的階段 所以目前看起來那個效果 或是那個成績沒有到很理想 所以這方面的話 我覺得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去慢慢的去改變 如何從一個只會打遊戲的人 然後慢慢的去接觸其他新的東西 也算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然後你問我的話 我不打電競 我不做實況 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一隻鴨馬 做全台灣最大的小白臉 找一個富婆去包養我 好 下一條 請問花輪在台灣過得開心嗎 你問我最近的話 就算我真的會說不開心 因為在香港其實發生很多事情 你們也看到很多新聞或是報章 那我也會看得到 因為香港發生一些非常多不公義的事情 所以導致 不管我在台灣怎麼樣 可能開直播 或是平常在生活中 其實你要我開心也是非常難的 雖然我人不在香港 但是我的心其實一直在那邊 可能在 會一直很煩惱 所以你問我過得開不開心 那肯定是不開心 就算你平常看我實況上面 一直看我嬉皮笑臉 那是真的嗎 那也不一定 所以我只能講香港要加油 所以也希望在座各位 不管你是香港人或是台灣人 或是其他國家的人 也是要幫香港人加油 跟他們打氣 好不好 謝謝 請問一下花輪在實況上的自己 還有私底下的自己有什麼差別 我先說私底下的自己 我是一個長怎麼樣的人 就是很多朋友都會跟我講 你為什麼可以這麼酷 你為什麼都不愛講話 確實 就是你可能會在實況上面看到我 一直在講話 講幹話 一直打嘴炮 但是換成私底下的我 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我 我是一個非常不愛講話的人 有一些觀眾朋友 也是可能有在發那個信息給我 就是說為什麼在街上看到你 你的臉這麼臭 你都不喜歡講話的嗎 確實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這麼樣的人 可能給大家的印象就是很高傲 就是給人家一種感覺是不友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在實況上面 就是為了要做效果 或許要跟一些觀眾去聊天 去溝通 所以我只能強迫自己去多講話 但是換成是私底下的我 是一個非常舒服的環境 我會比較顯示 比較明顯是一個邊緣人的一個 就是給人家的印象 這個大概就是私底下的我 跟實況上面的我的一個差別 現在很多實況主在開直播的時候 都會被觀眾稱作小丑 請問花倫你對這個稱呼有什麼看法 爽啦 我當小丑還可以賺錢 你們啦 沒有啦開玩笑 就是我個人對小丑這個稱呼 是沒什麼感覺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崩出了這個稱呼出來 我們不單止是我 有很多實況主可能在開實況的時候 就是偏向一個中藝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一個中藝的風格 會被你們稱作小丑的話 那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們的工作 就是希望大家快樂 希望大家去歡樂一點 那還要被你們去攻擊說小丑 那問題應該是在你們身上 我應該要反問你們 爲什麼你們要叫實況主當小丑 你們是抱什麼心態 就看免費就算了吧 還要嘴炮實況主 所以呢 實況主也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工作 不是說什麼坐在電腦面前 把遊戲打嘴巴就可以賺錢 你有沒有想過 背後他們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蛤 請問你對你現在的生活還滿意嗎 非常的不滿意 因為我錢賺不夠多 我現在太窮了 我現在是非常可憐的 如果你們願意給我10個億的話 這個就是我的銀行戶頭 你們可以那個斗內給我 不管是1塊10塊 100塊1000塊 我都非常樂意接受到 如果你們願意這樣做的話 我就非常滿意啦 有沒有其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還沒做得到 這個非常多 我舉例了 像是環遊世界 我現在住的地方 就可能偏向香港 或是台灣這兩個地方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非常想要去 其他的國家去 不管是旅遊 或是去觀摩一下 到底外國是長什麼樣的 但是現在因為 剛才有講到錢太少的關係 賺不夠多 所以 這個 這是我第一個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想破綠 我是個促男 我想破綠 然後第三個 我想要當男優 我一直以來都想要去日本發展 我想要去嘗試一下 當男優是什麼的感覺 平常我們看日本的動作影片 看太多了 那自己做的時候是怎麼樣了 我不知道 瓜倫你最近的實況 跟YouTube影片的觀看人數 都有明顯的下降 請問你有擔心嗎 首先有一個點 你們必須搞清楚 我沒有過氣 因為 我他媽都沒紅過 要怎麼過氣啊 你們為什麼一直要說我過氣 蛤 我什麼時候紅過 而且有一個點 就是 是英雄聯盟過氣 所以導致我的人數開始下降 那如果你們真的覺得我過氣的話 你們現在 立馬馬上 幫我紅一下好不好 我也想要體驗一下 真的過氣的滋味 好不好 請問你們幫我吧 求求你們的 請問花輪交過幾任女朋友 嗯 根據我的經驗啊 好像或許 有可能 大概啦 我還沒搞清楚什麼叫女朋友 因為我們這種人是比較奇怪的 就是對於感情那邊 有一點點不太熟悉 就是不太擅長 女朋友嗎 牽過手算是女朋友嗎 因為我朋友有說 不管你有沒有那個 你牽過手了 他會懷孕什麼 如果算牽過手的話的 那大概應該交過兩任吧 應該是兩任吧 過你屁事喔 靠腰勒 請問一下花輪是觸男嗎 這個問題 我在實況上面已經回答很多次了 是 但是呢 今天我要確認 我講的是對的 所以我準備了一個 前幾天在網路上訂回來的一個測荒儀 來測我有沒有講那個 那個吹牛的說謊的 好 我是觸男 然後 我被電了 靠腰 沒有 這應該是水貨來的 因為我花了大概幾百塊買回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電我 這個東西的作用就是 當他撤到你說謊的時候 他就會電你 我沒有說謊 我是真的 我 請問你有試過婚前性行為嗎 你們到底在問什麼問題啊 我決定 再給他一次機會 我是一個純潔的基督徒 不信的話你問耶穌好不好 我沒有婚前性行為 給我 哇操 哇他媽 耶穌爹我 幹 這不行 真的是沒有用這個 從打職業到現在當實況主 有沒有遇到一些挫折或是負面的話 有的話是怎麼去度過的 我相信這個問題 應該不單止是我 很多YouTuber或是一些職業選手 或是實況主 都一定100%會遇到的一個情況 那我從一開始在做這個行業 就是這一塊的時候 其實我對這些東西是沒有感覺的 但是到我就是花越來越多的時間 或是投入更多的精神 去開始認真去做的時候 那那種感覺真的是會來 就是會有一種 我很認真去做好自己的一個工作 或是我的影片 但是卻一定會有一些 我不知道是來自哪裡的一些酸民 去攻擊你說什麼 為什麼你那個這麼爛 你為什麼要做成這樣 其他人比你好很多 一定會有這種話的 我剛開始的時候是沒什麼感覺 剛有講到 但是到現在其實 就是累積以來 真的是會受到蠻多的影響 可能會導致我一些 情緒上面會不穩定 就是有時候會不開心 有時候不開心 又不知道去怎麼去發現 又不知道找誰去束縛一下 然後剛剛是說挫折跟負面的話 對不對 挫折嘛 挫折是一定有的 就是 就有時候開實況 可能會有很多觀眾會進來 嗆我或是酸我說 你看隔壁台很多人 為什麼你只剩下這麼少人 就有一種比較的一個情況會發現 就是發生 但是 就我有時候會在想 我自己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為什麼你們要來酸我 你們要來攻擊我 你們又是為了什麼 就很多 這十萬個問號在我的腦袋裡面 這有時候沒有辦法一瞬間 一時間去解決 長年以來 會累積很多很多的壓力 怎麼去面對 就 我也找不到任何的方法 就有時候可能就 找朋友去束縛一下 因為我現在 有跟一些朋友一起住 那有時候可能他們會當我的一些 很 傾訴的一個對象 前幾題有講到就是 當一個公眾人物 像是實況主啊 一些YouTuber 表面上很快樂 打嘴砲打遊戲就可以賺錢 但是背後呢 那個承受的壓力確實是很大 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會體諒你 反正 你做得好 你是應該的 但是你做不好 你一定得被噴 這個就是應該 不會變的一個事實吧 很慘啊 沒有這麼好的好不好 所以呢 很多人想要當YouTuber 想要當實況主 那我在這邊給你們一個建議 沒有這麼好當 你們一定要考慮清楚 小時不讀書 長大變靈國 那問題回答完了 最後就來一個認真的話 就是要跟大家說的 從去年10月份吧 到今年大概8月份 我們從10萬訂閱到20萬訂閱 整整花了10個月 其實我覺得這個速度有點慢 就可能跟我一起做這個 板塊的人有很多 然後他們的進步是 每天都在進步 然後我好像一直徘徊在某一個位置 就卡住了 就不上也不下 就有點尷尬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對自己的要求是挺高的 然後看到其他人一直在進步 然後自己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 或是進步的幅度很低 就非常擔心啊 會不會有一天 這個遊戲倒了 我也要跟著倒了 就會有一個危機 一直在我的腦海裡面去徘徊 反正不管怎麼樣嘛 現在有20萬訂閱 也是一個值得慶祝的事情 就要感謝我 要感謝很多人 包括我的剪片師 沒有我的剪輯師的話 其實我的YouTube頻道也不會搞起來 排名不分先後啦 我印象中有很多剪輯師 他們都非常厲害 我要想一下他們的名字 三寫人 然後Yudi 然後小將 小慶 小橘 還有很多啦 就算啦 名字忘記沒關係 反正我記得你們 就要感謝我以下的 以上的剪輯師 就 還有你們 這一群觀眾 可能英雄聯盟真的是 你們看膩了 過氣了 所以呢 你們可能慢慢開始 沒有這麼喜歡我們這些實況主 但是也沒關係 不管你是曾經或是現在 有喜歡過我的 我也非常感謝你們 那最後呢就是 未來接下來這些時間就會 剛剛有講到就是要嘗試 做一些除了遊戲以外的影片 算是vlog啦 或是送回影片 或是一些有的沒的 反正就不要再做遊戲了 因為遊戲這個真的是做不久 很多人有跟我講真的是做不久 可能只能再讓你再撐個兩三年 那就沒了 那要講的也差不多講完了 反正就是 加油吧 我是沒有這麼快會容易倒下的 你們別怕好不好 希望下一個影片就是 30萬的訂閱影片 不用這麼久了 可能下個禮拜就可以拍了 我希望 好啦那非常感謝所有觀眾收看這一支 20萬訂閱的QA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訂閱 並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然後開啟小鈴鐺 這樣的話就可以 準時收看我們 每一部的新的影片 我是Gear 再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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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